之所以那么热爱旅游 或许是将它当成了逃避当下的一个出口 漫游在无边无际的公路上 目的地也许并不重要 向往的仅仅是在路上的自由 一直生活在城市里的我 总是一个探险的梦 墨干山山路陡峭 急弯环绕 说走就走 带上小伙伴们去自驾跑山吧 我之前看好多媒体大咖 然后有去拍野营 野营 好像最近就是野营 然后搭帐篷 这种露营还蛮火的 那等会搭帐篷就交给你了 我是不会搭的 可以啊 我现学现卖 你最近不是喜欢看讨论庄园吗 对啊 听说梦干山还有一个超级豪华的英式古堡 你一定喜欢 是那个裸心堡吗 嗯 原来那个是英式古堡啊 对的 那我们把车洗干净就出发吧 出发 我们路上放点音乐听一下吧 你好福特 我来了 我想听Blackpink的歌 我也喜欢Blackpink 福特为你奉上Blackpink的功夫 小山城生活节奏和城市不同 每天早睡早起基本六点就天黑了 路灯很少 晚上开车一定要小心 酒店的服务还是很贴心的 只要提前联系就会有专车送到大唐 不必自己提行李 另外 淡季游客很少 或许可以尝试砍价 我们住的酒店是900块一晚 免费升级成了loft套房 还是很不错的 出来自驾游少不了一辆特别能装的车 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从后备箱里变出一个大帐篷 去买 娜娜昨天讲了一句特别经典的语物 她说比起工作干饭才是更重要的 然后听说今年晚饭的预算全部都藏在车里面了 你把这些红包都找出来的话 才有晚饭吃 快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墨干山冬季早晚温差十几度 时期非常重 每天早上出门都能看见霜冻 就算没有下雨 草地泥地也非常潮湿 空气很清新 但需要做好防寒措施 野蛇帐篷营地是近几年活起来的一种玩法 环境干净 设施非常现代化 即便是野外生存技能为零 吃不起苦的小女孩也可以驾驭 无论帐篷还是催具颜值都很高 就连热水瓶都是Stanley这种潮牌 怪不得大家说墨干山这里不是农家乐 当然价格嘛你也懂的 怎么样我们的福克斯列装板是不是 大空间能装小空间能藏 我觉得其实这个车啊 它还有个车顶行李价 我们下次来玩的时候还可以带 自行车或者是车顶帐篷 绑在上面其实也很拉风的 奶奶如果你以后买车 你会买三箱轿车SUV还是旅行车呢 我肯定是选了旅行车啊 其实最主要还是因为它的颜值 对啊反正就是既有轿车的操控 又有SUV的载屋空间 关键是车尾的造型特别好看 怎么拍照都上镜 这两天我可以说是冲到了专职司机 那好不容易接到一辆以操控 组成的列装车 当然不能错过抛衫环节 你好福特 来啦 导航到裸心堡 那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有来过墨干山吧 就是这里的山路连绵起伏 而且很多的弯道都很狭窄 都是双向单车道 那我在这样的路况下开了几天 确实可以感受到这辆车的操控底子 是非常扎实的 比如说在过一些狭窄的发墙弯的时候 可以坐到一把打过去 几乎都不用多修方向 你就可以感受到这辆车的转弯半径是很小的 开起来很灵活 我看你坐挺舒服的 要不我跟你换换吧 我都开了两天了 不用吧 我看你开的蛮轻松呀 福克斯这个车大家都知道自诞生以来 就是以操控著称的 所以好开这一点是大家都公认的 但是我这一点比较意外的发现的就是 174匹的马力 其实操控这样的车身还是游刃有余的 它的动力输出调教的会更加靠前 就是你轻踩油门的时候 就会有更充沛的动力输出 所以说开起来就给人很轻盈的感觉 那这样子调教就可以让我在高速上面 非常轻松的完成超车动作 另外呢 它的转销手感也是我个人喜欢的风格 精准清晰不油腻 8AT的变速箱对日常驾驶来说 平顺性也是没毛病的 对 你知道我们这个车的最小离地间隙是多少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165毫米 对 那你知道这个离地间隙有什么用吗 经过我这几天在墨干山的感受就是 墨干山除了山路 最多的就是泥地石子路 烂路也挺多的 我觉得离地间隙高的话 通过这些路面的时候会更加安全 然后跑山也会更加放心 说的对 我觉得跑山还要在外地走一些烂路 还是不推荐大家去选择一些底盘很低的车 我之前是有了解到这款车是比普通版的福克斯 是多了两种模式 然后一种是防滑模式 还有一种是简陋路面模式 你觉得这两种模式打开以后 就是车身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看来你还是做了点功课的 那出点 就是首先它这个防滑模式 只要是针对那种湿滑还有雨雪的路面 可以提升安全性 不过这两天恰好我们墨干山都是大晴天 所以没有用到这种模式 但是昨天在营地那里是有很多的石子路 还有泥地烂路 那么我就试了一下这个简陋路面的模式 那其实它的车身就会主动的去关闭一些稳定系统的介入 就比如说那些ESP的就不会主动的介入 就是在你开一些烂路的时候 可以更轻松的开过去 说起列装车和我们今天打开的裸心堡 其实还有那么一点历史渊源 裸心堡的历史非常悠久 1910年由苏格兰传教士医师梅腾庚建造 是英式风格的城堡别墅 外观粗犷 内部精致 经过百年沉淀依然不落伍 而就在同一时期的欧洲 Shooting Brake车型也在欧洲兴起 是当时欧洲贵族外出打猎的交通工具 后备箱可以装下猎枪和猎物 所以它在诞生之初就具备超强的载物属性 同时也能升任野外offroad的各种路况 即使使用主义 也是一种摩登生活方式的代表 你好 伯特 这个呢 我要开公条 好 开公条你开启 走啦 回去上班啦 那你这两天在车上坐得爽吗 那可不啊 其实这两天在后排乘坐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舒服 平常你开车的时候我在后面睡睡觉啊 躺一躺啊 而且它这个座椅沙发 空间大小都非常适合我 它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储物空间 像这边还有这个凹槽都是可以放零食的 像我这种干饭人 也应绝对少不了带零食啊 时光悄然流转 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城 如今已是物价超越一线城市的网红地 悄然转变的还有旅行车 在我刚入行的时候无论Wagon还是Shotting Brake 都是豪华品牌专属 价格不菲 小众小资的代名词 而如今以福克斯列装版为代表的车型越来越多了 15万多的价格让旅行车不再遥不可及 白云仓狗白居过西 别再找借口等待下一段旅程 现在就把向往变成拥有